要带你来看的是知名电脑软体厂商 台湾分公司它去年9月份推出了一位 虚拟美少女代言人蓝泽光 可以说是红片全亚洲 现在日本的分公司也跟进 推出了另一位日发混血的虚拟代言人 名叫Claudia 这个颇具知性的OL的感觉 所以一推出立刻引起了热烈讨论 一头金色短发 戴着眼镜又穿着套装 或有知性OL的感觉 她就是知名电脑软体厂商日本分公司 最新推出的虚拟代言人Claudia 日发混血的她今年26岁 拥有工科大学的硕士学位 现在在公司的网站 还有最新推出的宣传漫画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不过很多人看到她就会想到这一位 同样是同一间公司的虚拟代言人 由台湾人设计的美少女蓝泽光 拥有可爱的脸庞和魔鬼般的火辣身材 去年9月一推出就非常受到欢迎 一路红到日本 当时日本也曾经推出 另一个代言角色窗篇奈奈美美 试图和台湾打对台 只可惜窗篇奈奈美美不是正式代言人 话题也不如拦则光 现在日本再度推出最新的虚拟角色 希望可以一拼高下